我沒有一個副電影 沒有辦法答案的高度怎麼辦 反正這個世界上沒有誰能夠一直陪伴 金城武 周冬雨 楊宥寧 林志玲 今年最浪漫愛情電影 5月5日 喜歡你 請用一句話形容 電影隊員來說是什麼 生命 如果沒有任何限制的話 你會想跟哪一位影員合作 Natalie Portman 為什麼 很喜歡他的戲吧 不工作的時候你最喜歡做什麼事 聽音樂 最近最令你著迷的東西是什麼 生存這部電影吧 如果今年有機會拿到金馬牆 你最想感謝的誰是誰 陳可欣 用三個形容詞來形容私底下的自己 天真 嗯 嗯 哇 孤獨 嗯 任性 用一句話來形容喜歡你這部電影 愛情最開始的感覺 如果呢 如果呢有機會可以用一道菜來打動你未來的伴侶 那道菜是什麼 方便麵吧 那你最喜歡一道的台灣菜是什麼 大腸包小腸 推薦喜歡你的原因是什麼 我覺得每個人都有第一次接觸愛情的時候 然後 但是我們很多時候會忘掉那種感覺 所以我也是我拍這個電影的原因 我希望自己十年後二十年後就是如果真的忘掉愛情是什麼感覺我還可以看一下這個電影去想起 我自己當成看的我都是看心情 你不能喜歡兩個人的看你只能喜歡一個人的看 那又怎麼樣 人不能被這些事情操控嗎 你那些男生是我曾套來的人 不知道為什麼我現在還是曾套過的 你在幹嘛 你爬上不了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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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不是是讓你最性感的人 去吧 去吧 Friday